过年都过得怎么样 那过年呢 大家就会聚到一起 然后聊聊天 然后聊聊八卦这样子 然后姐妹们聚到一起呢 肯定会聊聊男人之类的 那聊男人的时候呢 又少不了聊一些 就是渣男的话题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我们在姐妹当中 就是聊天会聊到一些关于渣男 就是如何去辨别渣男 然后渣男的一些套 因为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一个聊话的主题 我觉得这些大家互动性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对这方面 还蛮有兴趣的 今天刚刚也过完年吧 我们就来聊一些 就是比较有互动性的话题 好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主题的话呢 希望大家在开始前 可以给我一件算连一下 你们的喜欢是我的新视频的动力 我想在开始之前呢 先来做一个小调查 就看大家就日常生活中 现实里面碰到渣男的概率有多大 那你们如果在恋爱当中 就是有碰过渣男的姐妹 请扣一 如果你在恋爱当中 完全没有碰过渣男的 请扣二 那今天要给你们分享的 几个渣男的套路呢 欢迎大家就对号入座 如果你们有遇见 有类似情况的姐妹们 真的擦亮眼睛 想想清楚 是有不对 就立刻就讨好吗 那我现在跟你分享 还是我标题上说的 这个被骗完是怎么回事 那第一呢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辨别渣男的套路就是 千万不要被一时的 对你好蒙蔽了双眼姐妹们 就是千万不要自我感动 对你好这个东西 是一个必要条件 它不是加分项 就这个故事呢 发生在我朋友身上 他当时呢 这个前男友呢 非常的渣 那我先跟你讲 他前男友跟他在一起 我对他好是怎么的好反 就他当时跟我说 就是他前男友 对他特别好 因为当时我们其实都不是很看好这个男的 就是他当时跟着男的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我们姐妹们都是很反对的 但是呢 他就属于那种 他觉得男的对他特别好 第一个好的事情呢 就是他俩走在大马路上 然后他鞋带开了 然后男生呢 就会蹲下来帮他系鞋带 这是他给我说的第一个点 第二点呢 就是他当时就是 要去很远的地方 就是工作嘛 然后就可能来回车程 有一两个小时这样子 然后那个男的呢 就是每天他只要有时间 就会送我朋友去 就是来回这样子送 然后有的时候他有时间 然后他会去那边接我朋友 那第三个好的点 是我朋友他家有人生病了 然后我朋友就是他要去照顾嘛 然后这个男的呢 他就是没有 我朋友没有跟他说 你来医院帮我照顾一下 他就是主动的 比我朋友早上去的海灶 然后帮他照顾家里人 然后呢 我朋友就觉得 他这些对他的好的地方呢 就很加分 这个男的就是在表面上 对我朋友就是表现的还是比较好 就是获取了家长的信任吧 然后呢 他妈妈就把钱给了这个男的 然后这个男的呢 跟他妈说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朋友 结果呢 我朋友就完全不知道 一直到分手之后才知道 然后他两个人分手呢 刚开始分的是挺平和的 就是友好分手 就是两个人说清楚了 就真的很骚操作 然后最后我朋友就给那男的打电话 说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 你如果不给我 我就要报警 两个人最后就知道的 非常非常的不愉快 然后第二个渣男套 就是永远 他说的比做的要多 然后就是那种口头的甜言蜜语 然后口头的沉都特别的多 就说话特别好听的那种 有些渣男他属于那种 说话很油腻 但有些渣男呢 他属于那种 他说话也不油腻 他能说到你那个点上 你就会觉得他懂我 就他会给我承诺 然后他能获取我的信任 但是真的是 你看他对你好不好 或者他对你是不是真心的 一定要看他为你做了什么 而不是看他对你说了什么 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 就我还是有我的一个朋友 他跟我说 就我这个朋友呢 他当时谈了一场姐弟烈量 就是年龄差距还是蛮大的 然后这个小男生呢 他是一个刚刚就是上大学 这样子的一个年龄 然后呢还没有毕业 跟我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跟我朋友许诺了很多未来的事情 就说 啊我们两个以后结婚会怎么样 我们两个以后的房子要买到哪里 我要带你去见我父母 然后等我以后有钱了 我要为你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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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把那个未来 我就给你描述啊 那个规划都特别的好 然后分手的点呢 就这个男的非常的扎 就他前女友来找我朋友了 然后就套传了很多 就这个男的去 同时跟两个女生在谈 就骗了一个骗了一个 然后说的都差不多的情话 就真的说再多都是不顶用的 一定要看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他为你做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 然后第三个呢 也是大家很容易遇到的一类渣男 就这类渣男呢 他跟你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对你有求必应 就他前期会给你一些 你需要的点 或者是给你一些甜点 就是越陷越深 就比如说呢 你可能觉得这个男的 翻他朋友圈 他以前可能 哎也不怎么秀恩 然后呢你通过他的朋友呢 也知道他以前不是一个 喜欢换情头的人 但是呢你可能是一个 比较喜欢秀恩爱 或者是想跟对方 就是换情头的这种人 他会答应你 他会就是去给你秀 然后他也会给你一起换情头 这就是初中的 你点就会觉得 啊我是不是对他来说不一样 他对我跟对别的女生不一样 那这个故事呢 也是我朋友讲的 就是这个男生一开始 真的是就是 就我朋友要求换情头 他也换了 然后要求秀恩爱 他也秀 然后两个人约会出去干嘛 就我朋友说干嘛 就干嘛 就属于这种 就是有求必应式的 那结果呢 同时也身边要两个女的 而且就属于这种 有一个微信大号 有一个微信小号 就是你会觉得 真的是时间管理大事 他会根据你不同的要求 然后去满足你 不同的一个需求 然后让你越现越深之后呢 骚操作就来了 他就开始给你玩 忽冷忽热的一套 等你越现越深 觉得我们两个 就正在谈恋爱的时候 人家会告诉你 我们两个就是普通朋友啊 并没有谈恋爱啊 我身边这样子的朋友有很多啊 然后人家受爱的朋友 全就说 那我跟朋友正常发你的合照 我很正常啊 对吧 这种生活记录 我们俩出去吃个饭 我也可以发合照啊 不代表什么呀 人家也没有说 你做我女朋友吧 也没有确定关系啊 因为现在有很多 撩下技巧嘛 就是男生喜不喜欢 你就看啊 他会不会把你 发在朋友圈里面 他会不会把你交给他的朋友 然后他会不会 给你换情绪的偶像 这种东西真的 就不要参考 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第四类渣男是怎么样的 就是他的朋友 会发很多女生 非常感兴趣的内容 那这种男的呢 一般如果他不是渣男 他就是对女的不感兴趣 就当然兴趣向 我不是很尊重的 但如果说这种男的 是渣男的话 就会离他远一点 跟我之前身边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男生 然后他就属于那种 他发的那种朋友圈啊 你要是不看他的性别 你会以为是个女生发的 就各种很可爱的表情包 然后说话 这种很女生的感觉 这种就是有点小撒娇 然后有点小 茶茶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是 但他是个男的 而且他身边 很多漂亮的妹子 而且他取向是直的 就属于那种 就围绕着他转来转去 然后呢 他就属于那种 就是我跟任何人的关系 都很好 我也来这种不拒 你想跟我出去逛街逛啊 你想让我陪你喝下午茶喝 你想让我就是 给你看电影 我们俩看 但是呢 我不跟任何一个人 确定关系 就我可以跟你进行 任何一项约会的时候 要做的事情 但是 我不会给你任何的承诺 我也不会给你任何的 就是身份上的肯定 所以说中 你们如果喜欢一个男生 我怎么样 看他的朋友圈 如果是这种类型呢 留个心眼 然后第五类渣男 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他会经常 分享他的一些日常给你 然后你俩聊天呢 他可能不是很热情 但是呢 你只要 觉得他好像不太热情 有些女生就会觉得 那我太主动了也不太好 但他只要觉得 你不热情的时候 他就会时不时的 发一点他的生活分享给你 那这种呢 大部分都是吊着你的海报 他在养鱼呢 所以姐妹们 就是你如果喜欢一个男生 就是你看他对你的态度 真的喜欢你的男生 他不会说 一直吊着你的 所以如果是说 就是你非常的主动 然后他一直吊着你 然后你不主动呢 他又来找你 给你分享日常 你一主动呢 他又不主动这种 跟你玩拉锯战的这种 大部分是养鱼的海报 然后第六类渣男 是怎么样的呢 他跟你谈恋爱的时候 他只在朋友圈官宣 他不在任何 其他的社交平台官宣 我真的见过那种渣男小哥哥 他是怎么聊的呢 他是在朋友圈 官宣了一个女朋友 然后呢 他在他的微博上面 有很多小姐姐撕信给他 然后呢 聊的热火朝天 就属于那种 微博上装单身 然后微信上呢 又是有女朋友的人士 然后呢 微博上的小姐姐 加他的微信呢 给的就是另外一个微信号 所以女生就要留个心眼 如果说就是 男生你在一起 就是在你 就是你已经有这种 需求和要求的情况下 但男生还找一对理由来 就拒绝你的话 大家就是要 就警觉一下 看看是不是 就是我说的这种情况 然后第七个呢 是就是 可能谈恋爱的时候 不多见 这种就是渣男 常见于相亲的时候 就是那种 承诺性的渣男 从你们两个一开始 就给你承诺 比如说我们两个 我的未来怎么样呀 然后相亲的时候会说 就大家交换条件嘛 就是什么 车啊房啊 然后我们俩以后 要怎么怎么怎么样 因为我朋友 他现在遇到过一个 挺渣的 那男的就是属于那种 他俩刚开始在一起 男的带他去各种看房 就是基本上 把我们室里面 所有的新房 就是他们俩以后 可能要结婚 把那个房子都看遍了 真正到他们俩 谈婚论嫁的时候 连一个窗帘 都不让我朋友选 就是属于那种 我们家已经看好了 然后这个房子装修 是我们家装 因为房子是我们家的 然后就是里面的东西呢 你就拎包来住就可以了 然后你想改一个窗帘 不行 我妈说了 这个窗帘很好看 就别改了吧 但我觉得信任 是彼此的基础 但是这个信任呢 一定是 一定不是那种 完完全全的 无脑的相信 肯定是要有自己的 一个独立的 清醒的思考能力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的 几个渣男的类型 你们生活中 没有碰到类型 或者说你们生活中 还有碰到 比这个更渣的类型 就欢迎大家 在弹幕区 或者在留言区 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大家一起必扎 那么最后呢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呢 都能收获前年的脸